到時候我們要把它卡住,動作不順暢 那到底是什麼現象呢 剛啟動的時候呢 轉速會掉到500以下 然後再 再來就拉到 快2000轉 1600轉左右 然後再回復到正常 800轉,但是呢 它還是會抖動一下,然後才回復到 800轉的穩定 我們來試一下,先拉過來啟動 掉到500 然後又爬到1600 然後慢慢慢慢再掉到 8900,但是還是不一定 有一點抖動 我們再試一次喔 一啟動它會掉到500 然後頂一下,然後車子開始 抖一下,又爬到1600 然後再回復到800 然後它爬到1700 這次爬到2000 然後踩到800 它抖過兩下 踩到700 800 那這個是代速馬達 運作不順暢 應該就是代速馬達卡卡的 所造成的 大哥已經換上一個 整修過的代速馬達 我們再來看看 剛剛那個 轉速掉下來 然後再爬上去 掉到500 再爬到1600 甚至於2000 然後再回復到800 這個問題 也沒有改善 好,大概來啟動 馬上就 穩定到800了 也不會掉到500轉移一下 我們再試一次 好,大概來啟動 一啟動之後 這個就是大概700 800 然後爬到1100 然後再回復到800 這個是完全正常的 啟動的轉速表現 然後再回復到800 再回復到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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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